好 不只是电子业 汽车产业要担心断裂了 中药也可能会面临到断货潮 因为台湾大部分的药材都是来自中国大陆 如果货再不进来 库存大约只够用三个月 依序抓出中药材 受到疫情影响 连中药的原料也开始告急 因为有八到九成的药材全部来自中国大陆 但现在货物卡关恐怕也会掀起断货潮 存货先加减卖 但有些中药材早就悄悄涨价 像是黄连从疫情六百元涨到了七百五十元 而黄情跟连翘的涨幅都在百分之五十五到百分之六十三 用来解读的金银花更是翻倍涨 而结果的涨幅更达到了百分之一百五十 他现在大陆爆出来这点药 所以有些人来抓 这些药材他都会跟着涨 涨快一倍 现在工程的影响还有工厂无法开工 所以完全没有办法进口 老板满脸无奈 但是生意还是得做 而最重要的关键就在八号的元宵节过后 应该假使正常的话 应该差不多在烟消过后 货就会进来 可是今年就不晓得了 两三个月还可以了 以后就不敢讲 那所有几样药材大家都在抢货 像金银花了 就怕疫情持续延烧 三个月后中药库存全部卖光 可能就真的进入了断货危机 东森财经新闻 徐亚竹博物从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